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去帮助我们在这种道路当中行驶有一个更加良好的驾驶体验 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ACC自制性巡航 这个功能其实绝大部分的市售车辆都有配置 包括像我那台奔驰JLC 它主要就是来判定前车和你的距离来完成加速减速刹停再加速这样的一些基础功能 在VV7上面这个功能被升级了 它有一个叫做智能巡航这样的功能 它除了可以完成ACC自制性巡航的所有动作以外 它还可以包括车道保持 包括自动转弯这些相对高级的功能 说到车道保持 其实这个车就即便说你不开巡航 它也有车道保持这个功能 那相较于其他的车呢 这个车道保持的反馈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柔和 不像我那台奔驰JLC 有时候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使劲转引那一下真的特别可怕 那VV7呢 它不管是在刹车 还是在车道保持这个过程当中很柔和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享 VV7上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小功能 那就是这个流媒体后视镜 它是通过后边有一个摄像头来去完成 非常观察后方车辆这么一个功能 它的解析度还是非常高的 那就像在我那个JLC上 我如果把后翔填满了 我是完全看不到后方的视野的 有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一段高速过后 我们正式驶入被称之为 中国人的景观大道的G318国道 我们已经到了G318体验的第一站 那就是卢定 我们一会儿要去参观 卢定的革命纪念博物馆 OK 那我们一起走吧 即使 camel保持在岁何时候 我们牢定的革命纪念博物馆 我们暂时正是放松的 如果他们放松了 我们将来 Ge318体前 就能转撞是称之为 理由于班主任职业的 是到G318体前的 现在每一人都将选择 对我们公席 我们可以使用 又要去做 感谢观看 我也就顺势地做到了VV7的后排 在这里也要说一下VV7的后排空间的体验 我这个身高1米7几 坐在后排敲二双腿一点毛病都没有 真的是比我GLC要大得多 后面我们将会去到一个叫木格措的风景区 据说这个风景区是风景更加的漂亮 我们一起期待吧 OK 我们其实已经从景区的大门爬升到了3800米 有那么一点点的高原反应 头蒙蒙的 有点气短 这里其实人也比较多 我们一起去欣赏一段风景 我们从3800米又降到了2500米 那一会儿我们将会去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圣地 相信那里景色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去 OK 我们准备出发 这一路的风景大家也心想的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停车休息一下 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折河山 这个地理位置已经到达了4227.6米 这么好的风景其实有的时候要配一个更加好的颜色的车 会更加的漂亮 那就比如像这次的VV7 其实这个蓝真的我非常喜欢 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素的那种蓝 但是它里面其实夹杂了很多那种珠光 在阳光下边会闪得很漂亮 这个蓝在官方叫做亚特兰第四蓝 其实如果要是我要买的话 我一定会买这个蓝色 那我们除了车漆以外 我们聊一聊这个车身 在官方的解释当中 这个车身的形态叫做抱式形态 因为这个车设计它比较扁平 然后之后它车身又有一定的宽度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车又扁又宽 然后又高 给你的视觉感受 就是那种有一种扑向你而来的那种动感 其实这个感觉真的很时尚 至少我觉得很讨好年轻人的眼球 这个车尾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它什么扁平什么有立体感 而是这个四处的排气 真的我觉得这玩意心里马力至少增加了50平 虽然它只是一个2.0的 但是真的动力不算很弱 经常自驾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 在国道上面临的一个超速的问题 全新的VV7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就是它会识别道路两侧的限速标识盘 来去让你避免超速这个问题 它会在仪表盘上有一个提示 除此以外还有声音的一个提醒 今天晚上我们入住的是黑厅科庄园 今天的篝火已经升起来了 我们就以篝火晚会作为今天的结束 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此生币价 中国无畏纪318之旅 我们落脚于新都桥 听当地人说如果天气好 早晨可以看到远处沉袭中金色的贡嘎雪山 经过一夜的休整我们即将出发 我们从新都桥到礼塘的这一段路上 其实有两脉公里一直走在318国道上 它基本上都是盘山路 在这种盘山路上其实对车辆的舒适性 真的考验非常大 尤其座椅的包裹性 我们这次试驾VV7的座椅包裹性真的是比较好 它有一定的包覆性能够把你嵌在座椅里面 不至于让你在这种盘山道上面左右移动 这个其实很重要 包括它座椅的椅垫厚度和它软硬的程度 都是很适合这种长途驾驶的 说到舒适性 我觉得尤其在山路上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大范围的这种动态的转弯 对比我那台JLC 这台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它侧倾意志特别好 像我那台JLC有的时候在开这种大转弯的时候 它就会侧倾很重很严重 你在乘坐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再加上现在又是高原 本身脑袋就有点沉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VV7这方面真的是很不错 如果一台SUV仅仅可以应付日常通勤 那么我只能给它一个机构 在旅途中我们避免不了有些穿越的路况 今天我们就驾驶VV7升级反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老师 老师 zum 老师 你看 老师 cogn 能 Ugand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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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车窗的这个升降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突兀感 那在同级别甚至于更高级别的车型里面 我觉得VV7升级板一定是可以胜任它豪华级别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沿途的风景我们也欣赏差不多了我们下午呢会有一个藏民的家访活动让我们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藏族文化的魅力 我们现在就要进到了藏民家里面了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外边我们去里边看一下 说里边说里边是他们藏族的客厅那我们去进去看看 把它团成一个团很好闻啊 要先吃这个藏八粉然后吃这个这个是牛奶 然后之后再喝酥油茶 然后吃完之后呢就会变得有力气 那我们刚才看了藏民家家里面也真的实际的去体验了做糖卡 我们想到就是这个东西就像现在我们的国产品牌一样 用我们那种不懈的努力去追求去进取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水平 我们从藏民家出来就下一阵小雨啊 所以我们就冲冲回到这个营地 那我们今天营地住的就是这个房车 因为那一会儿呢有一个篝火晚会 然后会有烤全羊要去吃羊 带着藏族朋友的热情结束我们今天的旅程 我们马上出发到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 相关于那两站也是我们的稻程 高海拔地区的早上起来还是挺冷的 我们把空调打开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车企用那种触摸的按键来去做这个空调的控制面板 我觉得这真的挺反人类的 非常不适合盲操 那像这个威威7升级板呢它用这种全世界按键在盲操作和操控上面还是很有优势的 至少我非常非常喜欢 那说到这点啊我觉得威威7在内饰的设计上面还是挺下心思的 我前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液晶仪表 不管你在白天还是在晚上它的显示信息度 它的亮度都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中国屏幕这块呢它同样也是用了这个全触摸的屏幕 但是它依然用了一个这个旋钮可以控制 真的非常非常人性化 下面有一个充电面板 这个充电板啊我觉得是设计的不太好 这种就是它的坡度啊有点太靠后了 你一上坡这手机就滑下来了 这个不太好 现在到了波瓦山的观景平台 做一个稍视的休息 这里海拔是4513米 那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聊一下 我最喜欢的这个部分就是它的功能区 它所有的功能区都分布在这个挡板两边 包括你的驾驶模式啊 包括什么360环影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于你的日常操作 整体的设计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我们即将抵达此次行程的最终点啊 那我有一个东西一直没有跟大家聊 就是这个车动力 但是我是想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去体会和体验 那我们下面就来聊一聊吧 在整个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啊 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车的动力 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你又不能说它很充沛 只能说在应付不管是爬山也好 还是在平原的高速行驶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那只是要说的一点 就是关于它的油门调效 我觉得在这一代全新的这个VV7升级版上面 它的油门调效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突兀 主要是体现在它这个涡轮持织这个方面 我相信如果要是在未来有更加新的一个版本推出的话 在这个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工业 我们也非常期待有更好的一款VV7 亚丁 那中间的美丽的风景大家也都看过了 那下面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VV7升级款 我的一些切成体验 那在一次自驾游当中 我们无外乎对车辆有这以下几点的要求 就是我要舒适性 那我要有一定的豪华感 然后之后我又需要有很多的智能的配置来辅助我 那这台VVV7的升级款 那可以满足你对这些所有的要求 那除此以外呢 它也可以比肩一些豪华品牌 能够让你感受到 它是真真正正的认认真真正的在做一辆 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车 用不到20万的价格 以官方的身份去比肩豪华品牌的厂商并不多 那它的自信是源自于VV7 绝对有实力的产品力 那至于说它能不能带给你超越豪华品牌的那些驾乘感受 那对于我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OK 那这就是这一期的汇轿车 我是老七 我们下期见